高雄有间基金会为了感谢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推出了暖心的送话活动 其中有一对双胞胎兄弟 因为想念在医院工作的护理师妈妈 亲手画了画作要给妈妈加油打气 想进行连线给记者陈一轩 是的主播各位观众 这位护理师妈妈在收到双胞胎儿子 为了帮他加油打气送了暖心便当 还有附上的画作 当下内心是非常的感动 原来这个妈妈在高一工作 自从疫情爆发后 自愿进妇亚隔离病房照顾肺炎病患 每天没日没夜工作 回到家时已经是半夜 儿子也睡着了 一家人已经有半个月 没办法好好相聚 而在收到儿子的打气之后 护理师妈妈的眼泪几乎躲筐而出 妈妈已经收到你们的爱心了 然后你们要不要待在家里 然后妈妈会好好地照顾病人 然后早点回家照顾你们 谢谢你们的爱 妈妈会很勇敢的 这是高雄一间教育基金会 为了挺医护人员 举办的暖心留言活动 他们募集祝福的话 并附上一个美味餐点 送给医护人员 表达对他们的感谢 而这次收到双胞胎小兄弟的委托 希望他们能把亲手画的画作 叫到妈妈手上 传达他们想念妈妈的心情 也让人倍感温馨